杰杰,我是魂天帝,自从来到斗地大陆之后,我便有了称霸斗地大陆的想法,而现在,我已经成功建立魂神殿。 你们写神宗的弟子怎么都穿红通通的衣服,今天起,全都给我换成白色的。 嗯?你算什么东西,竟然敢在这,指手画脚。 银银银,听他的,现在写神宗魂天帝说了算。 大人,我感觉到一股十分强悍的气息,正在接近宗门。 这股气息,应该是那魔神宗的宗主了,但是效率可真快,一下子就来了。 大人,这魔神宗宗主,已经到达七星斗地,我们怕不是他的对手。 不需担心,我已经察觉到了,这斗地大陆斗地的修为都是虚高的,境界虽然高,但实力却不是很强。 妖火,等会你先拖住这魔神宗宗主。 我靠,这魂天帝怕不是太看得起我了,那可是七星斗地。 老大,我只是一道一伙,这七星斗地我对付起来可是有点难度啊。 没让你对付它,只是让你拖住它,只要帮我争取一点时间,我就有信心干掉这七星斗地。 现在,就让我魂天帝,为你这魔神宗宗主准备一份大礼吧。 区区一个三等宗门,怎么可能可以击杀我魔神宗四位斗地? 看来这地方很诡异,来回我可得小心点。 哎哟,谁竟敢偷袭我呢? 你,你是魔神? 解天帝,谁即杀我魔神宗的斗地长老的,把人交出来,留你们全宗活口。 不行,我现在不是写神宗的宗主,而且我这也不叫写神宗了,现在叫魂神帝。 大胆,竟敢公然挑衅我,既然你不合作,那么就没必要留着。 有我在,你动不了他。 别开玩笑了,我一个大嘴巴子下来,你们全斗地没。 那就试试谁的实力强。 可恶,七星斗地,你都没见过。 更别说对打了,魂天帝啊,魂天帝。 你可得捉紧时间准备办法了,要不然我可就要失身了。 你就是魔荒他们所说的奇异火焰吧,竟然还产生了灵质,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帝宝。 杰杰,以火为原,以斗气为本,可算了是把这想法给实现了。 嘿嘿,七星斗地是吧,就拿你来试试我的新武器。 倒是有点难缠,让你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,现在不和你玩了。 擦宝,天磨顶,将这火焰给我炼化了。 让你先找个人继续散,似好。